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在美国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之际,五角大楼方面突然发出告诫称,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的核武才是真正威胁, 而且此前的全球核力量被美国错误评估,美国媒体5月3日报道,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在核态式评估中,曾经严重误判了中国和俄罗斯,因此才在2018年年初提出新的核态式评估,并采取措施强化美国的核威慑力量。 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司长特拉赫腾贝格5月2日在华盛顿出席一场房屋讨论会时宣布,五角大楼在2010年推出核态式评估报告时,得出了几项错误的评估,其中,包括认为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会比冷战时期低, 认为跟中俄互动可以导致他们进一步限制自己的核武器部署与核项目,甚至还认为美国能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彻底销毁核武器。 2010年核态式评估报告还说,如果美国减少核武器的作用和数量,其他国家也会跟进。 五角大楼认为,中俄的核武威胁,远远大于朝鲜。特拉赫·腾贝格认为,事实证明,当年那份报告的上述几项评估都是错误的。 例如,中国正在扩大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不断研制新的导弹、潜艇和移动式洲际导弹发射架等核武器投放装备。 这位国防部高级官员指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又回到了现实,因此美国不得不调整核态式。 评估,五角大楼2018年2月2日新公布的核态式评估称,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 但这并非要发动核战争或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与可靠性。 中国国防部曾对美国新的核态式评估有关中国核武器的描述,予以反驳,称中国极为克制的发展核武器,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并使中克首部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争取。